2024年武艺劳动节 中国海军高调地给全国人民送上了节日大礼包 8万多吨的中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东海试航 和它的名字一样 期盼统一的中国人迎来了维护主权的国之力气 小编作为一名军迷 当第一眼看见福建舰挺拔的身姿 宽大甲板时 自己激动地差一点哭了出来 这一刻中国人民 中国海军等待了太久 从1998年开始购买乌克兰的破烂航母被人嘲笑 再到自治华越航母山东舰被人诟病 再到2024年今天 中国人自己的电磁弹射航母问世 低头做事的中国人不需要回应质疑 因为我们的成果会再一次证明自己 感叹今天壮观的中国航母 再回想1980年 我们的中国海军之父刘华清将军也能欣慰了 1980年 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 受邀参观美国小英号航空母舰 军委副主席的他却被限制 只能在远处看不能摸 老将军为了看到内部构造只能眺望 这一历史照片刺腾了中国人整整44年 44年后的今天 我们造出了超过小英号的8万吨级电磁弹射航母 完成了于2011年去世的刘华清将军一言 他曾说如果中国不建航母 我死不瞑目 今天的福建舰回应了将军的誓言 证明了中国人民 证明了中国海军的海洋强国不是梦 说完激动的心情 现在来聊一聊福建舰的干货知识 福建舰于2018年开始建造 到2024年下水经过了6年的建造 相比于辽宁舰 山东舰两艘航母 我们耗费了更多的心血 福建舰一面是 帅气的造型就给了国人良好的印象 不仅舰体更加挺拔强壮 光滑整齐的硕大甲板更是赏心悦目 但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造船技术的水平 因为平直的甲板能够携带更多舰载机 技术要求也更高 此前 印度造的维克兰特号丑航母 因舰岛过大被人诟病 心急如焚的军迷朋友们为此在网上表达过担心 但我们不是印度 福建舰的颜值一面是就很好证明了我们的实力 再一次体现了颜值就是战斗力 相比于颜值 福建舰的技术参数更厉害 福建舰的满载排水量公开显示为8万多吨 但是眼见的网友一看就不对 这不明显比10万吨航母大吗 除此之外 福建舰配备当今最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 这是美国独有的 现在我们航母也用上了 对于进一步拓展航母舰载机数量 提升飞机起飞效率 具有化时代的意义 虽然我们第三艘航母也没有配备核动力 但是从海誓的视频可以看出 福建舰的航机非常光滑 流畅 说明福建舰的机动性能比较好 动力系统能够支撑航母进行高速机动 同样很多人质疑 海誓为什么没有舰载机 福建舰这一次测试的是动力 电力等系统 更为复杂的舰载机测试肯定要等到第三 第四轮试航了 这是符合国际通用做法的 广大网友们不要着急 多的时间都等了 我们不能因为星级就违背航母建造的规律 最后 很多人想知道福建舰到这一次海誓后 多久才能服役 辽宁舰从海誓到服役 用了13个月 山东舰用了19个月 但是福建舰比较特殊 装备了电磁弹射 平直甲板 用到的舰载机也不一样 这些都需要大量时间测试 所以外界普遍认为 福建舰要海誓20个月左右 2026年服役的可能更大一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福建舰靓丽的身姿 为祖国的强大喝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